请问佛教徒是否可以用圣杯 红色的两块木板 在佛菩萨面前 征寻佛菩萨的意见 这个事情佛经常没有 可是几天年来 寺庙里的确实是有 你看确实佛教寺庙里的有 有这些东西 还有签 我们过去刚刚出家 因为接触佛法的都是从经教 而不是一般经佛门 都是从经教里入门 所以对于理论很重视 佛经上没有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是运行 所以我们出家在寺庙里 寺庙有这些东西 那我们偷偷就把垃圾烧掉 寺庙有风化炉就拿去烧掉 所以我们的老和尚很慈悲 他知道他不说 过两天的时候 他又拿了一套来 拿来的时候 我们在没几天又把他烧掉 烧掉之后他又拿一套来 那以后就算了 所以我们对这个态度是既不赞成 也不反对 可是佛真的很慈悲 因为众生有很多疑惑问题 不能解决 确实是想征寻佛菩萨 所以佛教里头有一部经 战场善悟业报经 你看英光大师给我们提倡的 观世音菩萨的灵感阔 三十二阔 那都是占谱的 但是他有方法 你不是用观世音菩萨 这个灵感阔的话 你先要恭恭敬敬 诚诚恳恳的 跪在佛菩萨面前的时候 念南无观世音菩萨 念一百零八十 然后再占 这个才有灵验 那个张查善悟业报经 规矩就更多 你要做 先修法 然后才求干预 如果你要是不修的话 随随便便的 就没有干预 所以是沉着灵嘛 不沉就不灵